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歡迎來到恩典頻道 今天來到了師大夜市 以它的名字 它就在台灣師範大學旁邊 我從網路搜尋了幾家被推薦的小吃 今天就要來吃看看 看到你值不值得來吃 那我們就一起走吧 第一家來到了糊塗麵 名字還挺特別的 聽說名字是來自於麵下鍋後 會有糊糊勾芡的感覺 畢竟店名是叫糊塗麵 所以就來點一碗糊塗麵 再加個紅油炒手吧 就先來吃糊塗麵吧 所以這樣它裡面呢 使用的是糊塗麵 然後有青菜與肉絲和蛋黃 糊塗麵的口感非常的好 它是像那種有夾進的 然後呢 吃麵呢就是喝一些冰湯的味道 因為我還滿喜歡吃 它算是比較肌軟一點 可是有點太鹹 但是冰湯的香 吃起來就是比較香 家常味 還不錯吃 接著我們就來吃看它的 紅油炒手 它的紅油炒手的味道也比較重 味道也是不錯 可以吃到花椒的香氣 但是會說它有點是偏酸的 下一家來到了燈籠滷味 這是他們的創始店 可以看到他們這裡有非常多的料 有蔬菜類 豆類 肉類 火鍋類等等 我們就來看看吧 我就簡單抓了水晶餃烤麵和水蓮 來嘗看看 那可以看到呢 它上面有加蔥瓜酸菜和辣椒醬 它的水蓮吃起來一般般 算是有入味 但是沒有說味道很重 我個人還滿喜歡的 再來就來試試看它的水晶餃 我感覺它水晶餃好像沒有吸到太多的滷汁 反而它的味道就來自於水晶餃原本有的味道 接著來試試看烤菇 感覺這個應該會吸滿滷汁 其實我會說味道最重的就是烤菇 吃起來大致上我覺得就一般般沒有太大的特色 它味道新鮮甜甜的 而不會過於重口味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還不錯 走了幾步路 就來到了下一家 食人鹽酥雞 它是創立於1984年 所以也開了一陣子了 那我就點它菜單上推薦的鹽酥雞和雞蛋豆腐 那我們先來吃看看它的鹽酥雞 它鹽酥雞還不錯 外面酥酥脆脆 而不會感覺說麵粉裹得很多 它的雞肉口感也還滿嫩的 因為我會說它味道並不會很重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還不錯 可以看到它鹽酥雞搭配的是九層塔 再來就來吃看看它的雞蛋豆腐 它雞蛋豆腐還滿有味道 那我覺得滿特別的就是 它外面並不會說很酥脆 外面那一層比較硬一點 但是一咬下去裡面非常的順滑 所以就感覺一咬下去 好像整個雞蛋豆腐的味道就在嘴巴裡化開了 非常的好吃 接著就來到它旁邊的喜劑生煎包 網路把它稱呼為爆漿噴汁的生煎包 我就來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厲害 它這裡生煎包有直接賣一顆五顆或十二顆 那就看它是不是真的有爆漿 可以看到它的生煎包比一般看到的生煎包還小 剛剛是一口就有辦法吃下去了 也可以感覺到它在裡面呢 汁還滿多的 皮也是有點嚼勁的 可以知道它高麗菜跟豬肉混合在一起的口感 還滿香的 也非常的好吃 最後買點甜的太順街樹下甜品攤 看到它有賣桂圓之後就花崎買了一碗來嘗看看 可以看到它裡面好像是有糯米、紅豆、蓮子和桂圓 它吃起來非常的順口 那整個粥呢是在嘴巴裡面幾乎就可以化開的 吃起來還滿香的有淡淡的甜味 整個來講呢還滿好吃的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試吃吃辣夜市這裡的美食 總共吃到了五家各個都還滿不錯吃的 喜歡的人請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別忘了分享哦 我們下次再見 了解